世界买动 澳洲视角 欢迎收看AMC澳洲留学网络电台 您的第一手Visa新闻平台 哈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Karl 您对澳洲留学移民投资有兴趣吗 欢迎您订阅我们频道 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叫我们有新的video新的消息 您都会第一手取得最新的情报 OK我们这个video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2021年这个职业鉴定该不该做 那当然答案是yes 那同时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到底要去哪里找 因为离我上一次做职业鉴定的video 其实有段时间来跟大家update一下 那当然大家知道你要做技术移民的人 第一步最重要的就是要去做职业鉴定 OK那我们在刚一开始我可能做个简单的小广告 那如果有观众朋友们呢 喜欢这个做这个玩金融的人 或者投资金融的人呢 我们跟我们之前的好朋友独大 我有分享他的一些视频啊 那在我们的video的下面的description 你可以找得到哈 比如说这个video下面 你可以找到下面的部分 它的这个description这边 OK这边有期货选择权 大家有没有看到 期货权这几个 这两个link 不管哪一个按进去啊 有非常多这个独大老师的 他的非常精彩的课程 我自己其实也进去报名了 全部基本上都学完了 我觉得对自己呢 未来呢投资等等呢 都有非常非常大的好处 那当然如果你进去的话 有一个重点来了 如果你想要有这个特别的优惠价 独大老师也很开心 他也给我们那个很简单的code 你也打进去哦 只要打 大家打入AMEC521 就是AMEC我爱你 OK你就可以取得 九折的这个课程的价格哦 OK那当然欢迎大家 如果有空的话 可以过去看一下 里面非常非常多 非常精彩的课程 那独大老师也出了三本书 那我觉得现在 透过网路的教学 我觉得非常非常好了 我自己常常进去看 OK好那我们讲回来 就是我们的职业鉴定 2021年到底要不要做 其实很多人在问这个问题 那除了这个问题以外 还有很多人问我说 我到底这个我的背景是这样子 这样子到底可不可以移民 或者是我已经读了这个 然后读了这个 我可不可以移民 我说重点不在这些东西 重点是你做职业鉴定的吗 因为你如果还没做职业鉴定 你问的所有的问题有可能 而且非常有可能都是空谈 OK所以我们今天来了解一下 职业鉴定是什么东西 然后你要怎么去找到你的职业 它的鉴定单位在哪里 然后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 到底有哪些职业鉴定的单位 你要该怎么看这些东西 OK好那我们来第一个网站 就是我们要来看一下 这个澳洲移民局的官网 这个官网其实 我觉得我建议大家把它save起来了 所以你通常你google都一定可以找得到 你只要打入home affairs 然后空格skill occupation list 基本上就找到这一页了 那这一页好处是 它把所有的职业和所有签证类别 可以用它把所有跟工作职业技术有关系 全部放在这里 除了投资移民 因为投资移民不需要做职业鉴定 OK那都在这个地方 所以有里面包含的雇主担保 包含的平原地区 技术 training 的 那还有这个graduate work等等 都全部都在里面 那它好用的地方就是说 它直接给你一个search bar 可以直接搜寻 所以我这边打入nurse 我搜寻的话 它马上就会跳出 所有的职业是包含有nurse的 那它会告诉你说 比如说这个注册护士 它的ns code是411 411 然后它可以使用的签证类别是190 407 489 482 187 494 491 然后它在哪一种清淡 在短期的清淡里面 然后它的职业鉴定单位是anmac 它直接会跟你讲非常清楚 所以你可以找得到 你该去的鉴定的单位 那我这边如果再打入厨师的话 OK它马上就跳入厨师 厨师的经营单位是tra 那我如果打比如说 civil engineer 土木工程师 好这马上跟你讲 你要去engineers australian 那我如果打ICT software OK 哦没有这个 OK那我们直接software就好了 OK应该会有了 OK software programmer OK出来了 所以你要去ACS Astralian Computer Society 那这样子其实基本上就可以协助你 很快速的找到 你的职业鉴定单位 那进到职业鉴定单位以后 不是说你就过关了 OK 你重点是你要进去看 你的职业 它的鉴定要求是什么 有些需要工作经验 有些需要雅思 有些需要什么都要进去看 那我今天会带大家来看 几档这个职业鉴定的单位 然后怎么来分析它 那当然我不会cover所有东西 那欢迎大家也到我们原本 其实我有做一个播放清单里面 全部都是介绍职业鉴定的 哪一种建议单位进去怎么看 怎么申请干嘛的 当然也欢迎大家 也呼吁大家 应该要先跟你的移民律师 或移民仲介做个讨论 或者是如果OK的话 你也可以留言给我们 OK好 那我们第一个来看的是什么单位呢 是这个Trade Recognition Australia 那它的名字基本上就告知你所有的意义了 然后它就是专门assess所有的Trade Trade就是所谓的工人 然后技职工人 这包含水工电工 然后木工 然后厨师 那所有都在里面 那其实这一个单位的assessment 我觉得最confusing 所以它还给了一个Pathfinder 就是说你如果不知道你要往哪一个方向走 那为什么它会给这东西 因为你来看一下 我把这个滑鼠溜过去到Program 你看它这么多的Program 那到底我们要去哪一个好呢 当然我另外一个video有介绍啦 它这边有Job Ready Job Ready基本上就是给所有在澳洲读完这个Trade 然后要去工作的 TSS是给雇主担保的 那Offshore和Migration Skills System 就是说你的工作经验已经很长了 你可以直接 就是直接申请那个独立技术移民的 但我其实有一点confuse Offshore和Migration Skills System 到底有什么差别 因为你通常要直接做职业鉴定的 你可以用Offshore也可以用Migration吧 Anyway 那它这边还有给你一个Pathfinder 让你自己可以去找到 你应该要往哪个方向去 好 那我们下一个职业鉴定单位 叫做VetAssess VetAssess其实非常多人在用 而且这个名字非常非常之大 那它其实是澳洲应该是最大间的职业鉴定单位 70%的职业基本上都在这边做鉴定的 那基本上它Cover所有的管理阶层 什么HR Manager Hospitality Manager Accommodation Manager 都在这个里面 那它的这个网站呢 它其实一直在upgrade它的网站 我觉得它越upgrade越好用了 所以它基本上就直接按 比如说我现在正上方这个地方 它有check if Vetsess is your assessment authority 所以简单按进去以后 OK 它直接就把你occupation打进去 比如说我打shift好了 厨师的话 它应该会告诉你 这个不是要在这里做 你要去其他地方做 那我如果打 比如说Project Manager OK 然后check OK 那它这边说 对没错 你要照Vetsess来做 然后你要去它的General Occupation 然后它这边直接就有一个link 直接你按下去就直接跳到那边去 那基本上只要你的职业别 是在Vetsess里面的话 你要能够pass 它不是只有你的这个学历毕业 你还要有一年以上全职的工 在你的这当然在你的职业里面的工作经验 OK你才能pass它的skill assessment 所以这边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OK那这是Vetsess 那下一个我们来看的是Engineers Australia Engineers Australia 那它的 当然它的名字其实就告诉你所有的工程师都在这里啦 所以土木啊 电子啊 然后还有什么东西 Structural Transport啊 这些凡是Engineers的基本上都在 除了一个Engineers不在这边就是Software Engineer 那个是IT啊 其他的Engineers全部都在这里面 那Engineers Australia呢 它基本上它是走 它的assessment pathway就是有几种啦 所以它你按进去这个地方的时候 当然你可以Google基本上都可以搜寻的到 它其实最下面就provide你的这个最后的answer 然后它answer有几种 一个是你在澳洲读书的 所以在最左边 左下角红色的地方 它就说你在澳洲读书就走这一部分 那其他的三个呢 你看大家可以看到是一个Washington 然后过来是Sydney 然后是Dublin Accord 那这些是一些国际认可工程师单位的 那只要你在国外读 比如说你在台湾或香港 或者是在大陆 或者在日本 Anyway你只要你的大学的那个课程 是registered在Washington Sydney或Dublin Accord里面的话 它也直接认可 直接认可你就直接可以拿到了 那工程师好处就是说 它我们先讲坏处是它要读四年 但Anyway 你如果是去美国或英国留 英国可能也没有 美国留学或在台湾或香港的话 你基本上你读书都要四年 那在澳洲的话 很多课程只有三年 Engineer要读四年 所以他不需要有工作经验 因为很多工作经验 可能在你的大学的课程里面 都会include的 那有些人会去碰到一些课程是 他完全没有在这一个 Washington和Sydney 和Dublin Accord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你就要去到我头上 这个正上方 这里我把它拉撒 叫CDR 那CDR的全名叫 Competence Demonstration Report 那就是说你要透过你以前的Projects 不管你在大学的 或在工作上面拥有的Projects 你要再像设计三篇Projects给Engineers 所以让他透过你的Projects和你里面的内容 来去assess你到底有没有达到你的工程师标准 那这个部分其实蛮复杂的 在我之前的视频里面有一些讲解 好那我们move on to next next就是我常常会笑这个网站 Anyway ACS Astronic Computer Society 所有的ICT IT的工程师人员全部都在这里 所以跟科技有关系 这些Digital Data Data Mining Analysis 然后Data Security Cyber Security 全部都在ACS里面 那他这个网站其实 他这边有简单介绍 完了以后 大家可能就觉得 这个网站好像已经没了 其实它的重点的内容 在网站的下方 所以我要拉到下面来 大家看到这边才是重点 重点是哪里 重点就是这个我已经highlight起来 叫Guidelines 那Guidelines里面 当然我之前的视频也有介绍 ACS很奇怪 他给国外的工作经验分数比较少 然后给澳洲的工作经验 他觉得比较高 然后给比较高分 当然我不以为然 因为你电脑的设计 程式等等东西 全球 你能说你在印度做的IT工作 跟在澳洲中的不一样吗 对不对 那我不晓得为什么他 只要是澳洲境外的就assess 比较没有那么favorable OK 那当然我相信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希望你IT人 你如果要工作的话 你要累积这个经验的话 你来澳洲累积 那当然这个问题还是一点 那澳洲工作经验有这么多吗 有真的有那么好吗 那么容易取得吗 那当然这个是另外一个议题了 那这个是ACS Astralian Computer Society 那你有兴趣的话 可以直接跳进去里面 看他的概念和他的criteria OK moving next 就是我们的Australian Nursing Midwifery Accreditation Council 那名字基本上也讲了他所有的东西 然后他有几档assessment 然后 那full assessment就是给你 如果已经在加拿大 香港 爱尔兰 英国 或是美国 读护理 或是在那边从事工作的人 你就要走full skill assessment 那modified plus skill assessment是 你还没拿到RN的 registered nurse的人呢 你就要走这个方向 那 那最后一个modified skill assessment 就是你拿到RN 然后你也有 在澳洲读完nursing的人 就往这一个地方走 那很多人问 那如果我是在台湾 或者是我在 日本读的护理 怎么办呢 very good question 基本上你完全不可能过 他会要求你 透过你原本之前读的科目 你要再来澳洲重修 或是再多修一些课程 才能达到他的标准 所以这个是护理人员 他的一个需求 在澳洲那边的需求 那当然亚瑟的部分 已经要7分了 或是OETB OK 下一个是Australian Children's Education And Care Quality Authority 这个名字真的是太长了 OK 基本上就是给幼教的啦 幼教以前是走 TRA Trade Recognition Australia 所以我也搞不懂 为什么幼教是trade 他根本就不是trade Anyway 那他把它分出来 我觉得这个也是对的 但是呢 这个分出来 这个新的这个Assisting Authority 给这个幼教的人员呢 哇 他的要求啊 不是一般人 那么容易可以达到的 那当然你在step one 这边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他的guideline 按进去就可以看了 那common problem 就是常遇到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说 读幼教的人毕业后 他的毕业工作的钱 不够直接让他完成 这个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职业鉴定 所以麻烦 那当然澳洲政府 会不会因为这个部分 来去做一些修正修改 法律上面修改 我相信有可能 但是近期呢 不知道 所以很多人读这个的 或是想读这个的 除非你是香港护照持有人 因为你的485可以有5年 你就可以非常容易 来累积这些工作经验 但其他人呢 只有一年半的485 机会非常渺茫啊 OK 好 moving next moving next 这个是什么 这是 WASW Australian Association of Social Workers 所以你想当社工的 OK 他也可以 accept international qualification 所以国际认可 也可以操作 那当然他这边唯一就是说 很多人问到的最重要的问题 不是说学历或是工作经验 是英文啊 英文他要四个期 亚绍四个期 所以你如果OK的话 这个也是一个方向可以走 这是社工的部分 然后再下一个是 Australian Psychological Society 那这是心理医生的这个 assessing authority 那很多不同医生有特别的 assessing authority 所以当然我今天不会cover所有的 而且真的太多了 那当然这个 如果你是跟这个psychologist有关系的 基本上你是要有学士B.A.U. 再加上硕士的部分 那你才能达到这个的标准 OK 那最后一个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AACA AACA就是给这个architect OK architect 也就是这个建筑师的职业鉴定单位 他比较特别我把它拿出来是为什么 因为他因为建筑师通常 但建筑师一般来说 你只要读会过都会过这一关啦 他需要有portfolio 那portfolio就是你以前的这些artwork 作品集要交出去 还有interview 那他分好几个stage OK 所以有stage1 stage2 或者是把stage1和2一起combine 在一起 那这个部分就要看是要怎么来操作 你你是在哪一个国家要怎么做 他们有不同的assessment方向 那我发现基本上只要是建筑师都会过关啦 那只说建筑师通常他在元属的地方 或他已经在工作一阵子 他基本上薪资方面都已经不错了 所以他还要在做技术移民的部分 很少被问到 但不是说没有 Anyway我们这一集 基本上就是来告知大家 2021年需不需要做职业鉴定 当然一定要做 那职业鉴定如果你不做的话 你后面根本就不用谈 那这边在视频 我们刚刚的视频也跟大家分享了 所有的职业鉴定单位 然后怎么去找出你的职业 然后到底是叫去哪一个单位做鉴定 那当然我这边还是呼吁 如果你不太确定的话 建议你找你的移民重结网 移民律师 或者是你要留言给我们 也都可以 我们可以协助你来看一看到底 你该怎么做 你觉得澳洲的移民应该开放吗 然后把职业鉴定 然后把它放得更松一点吗 我不知道你的想法如何 欢迎你也留言给我 Anyway这是我们这一集的节目 那欢迎大家订阅我们频道 然后继续看我们的视频 下集见拜拜